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桌面搭建 现在是2022年的8月 我以前在2019年初的时候做过一次桌面搭建 简称桌搭 首先说一下我这套桌面的目的 日常的轻度办公 剪辑视频 玩游戏 还有直播PS5玩游戏 等等吧 比较一个综合的应用 我们先说主机 这个桌子上一共有三台主机 第一个就是PS5 这个PS5是我今年1月份买的 国行光驱板双手柄 再充电器 整个一套3600多 这个东西是采集卡 用于做直播用的 我会单独做一个视频 专门讲解一下PS5直播玩游戏 第二台主机就是这台PC台式机 它的机箱是北欧设计的分型工艺FD 它的CPU比较老了 是E3v2 我准备近期把它换掉 16G内存RX560 4G显存的显卡 硬盘是三星的860EVO 电源不错 是GX750的 带自动启屏 它这个显卡也带自动启屏 如果平时工作复材不高 电源风扇和显卡风扇是不断的 比较安静 主板上第三台主机 是苹果的M1的Air 8加256 这是我去年双十一购买的 也主要是用来轻度剪辑 还有日常办公 主要是外出携带的需求 下面这个笔本的支架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手柄贴纸 手柄套 还有这个采集卡 在我的出租床里面都有 下面说说这个桌面上的显示系统 那就是这两台显示器 那我们先说右侧的这台 是明基的EW2880U 价格是3000出头 关于这台显示器 我之前做过视频介绍过 我主要用它来玩游戏 因为它的定位就是影音和娱乐 它是4K 60帧 28寸 IPS屏幕 10bit色深 还带HDR 这款显示器为游戏调教的比较多 首先它有三种HDR模式 永远HDR 游戏HDR 还有普通的HDR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特别是黑暗的场景 可以看到很多暗部的细节 还有特别明亮的画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除了HDR之外 它还有三种为游戏调教的色彩模式 有塞车模式 LPS模式 还有RPG的模式 另外这个显示器 它是自带音箱的 而且音箱效果还是可以的 不论是从声音还是画面 都是为游戏来调教过的 另外这台显示器 它也有Type-C接口 可以给我的苹果本充电 我的苹果本也可以用它来做外接显示器 最后再补充一下 EW2880U 它还带一个小遥控器 使用这个遥控器 可以很方便地调节音量 调节亮度 切换色彩模式 最关键的是 它还可以很方便地切换视频源 因为这款显示器它是新出的 我感觉它各个方面 特别是速度反馈方面 特别快 左边的这台显示器可能是比较老了 在反馈方面等待时间会长一些 下面说左边这台显示器 这台是AOC的U27URD 也是4K的60帧 IPS屏 10比特 11色深 带HDR400 同样它也带65瓦的充电 支持Type-C接口 可以给苹果本充电 当苹果本的外接显示器 另外左侧的这个显示器 比右侧的显示器多了个USB功能 我可以把鼠标键盘的USB插到左边的显示器 然后它还有一条显示器接到电脑上 这两台显示器笼统地看应该是差不多的 左侧的显示器定位于办公和设计 这台显示器我之前也做过视频 下面说说桌面的声音系统 主要是这对小音箱 还有刚才的那个明基EW2880U的显示器自带的音箱 这两个我都在用 因为我这个桌面上要放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这个桌面很大 但是也不得不把这对小箱子放到显示器的后面 等我以后有条件了 换了更大的房间或者更大的桌子 再把它们摆出来 在直播间和视频评论里面 经常有人会问这对小音箱叫什么名字 它的品牌是Presonus 型号是E3.5 也就是3.5寸的 是我2019年12月份买的 这是一个桌面监听音箱 我之前用的是惠威的叫M100 那也是800多块钱的音箱 但是那个音箱适合放在客厅 因为如果把它放在桌面上 在声音特别小 甚至没有声音的时候 它也会有电流声 但是这对音箱 它是监听音箱 是没有这种电流声的 后面的接线看上去很复杂 这是电源线 这两个线 一个白一红 是接到显示器上的 可以通过显示器 给它输出声音 这两个线 蓝色的线 是从声卡传过来的 那这两个线呢 是连接复音箱用的 下面说说鼠标键盘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